佛罗里达州的一个Dungeon Master要求市议会资助他的地牢25万美元 在佛罗里达州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 就是说一个Dungeon Master带着两个Slay突然出现了市议会现场 那我当我还在讨论一下价值100万美元的废物处理产合同 这时他们三个闪亮增长并要求市议会资助他们的地牢25万美元 不过说真的他们这穿的比赛物宫和2077里面NPC还要超前 是不是有点太有科技感了 还有这能带着这玩意儿看得见吗 斯特府官员在那边呢 你在对着谁说话 反正说了一大堆有的没的 这人就劈点劈点的走了 留下一元门一脸不逼 所以大伙有兴趣赞助一下他的地牢吗 他可以满足你的D Dark Fantasy Oh boy 欢迎回来 现在这里祝大家武艺节快乐了 我也团了一波素材 武艺节更新一波 这期佛罗里达州奇葩新闻还是依旧金宝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三连 没关注的点个关注 那我废话不多说 直接跳进去看吧 佛罗里达男子酒后驾车过失杀了 在案件开庭之前说着去吃个午饭 然后没有回来 啊 可以这样的吗 他就这样逃了 这条记文是2023年3月15日中午12点08分发的 最后一次更新是2023年3月16日上午10点41分 也就是说 不会他还没被抓到吧 就这么随便 我已经能想到当时的场景了 就警察带着他去法院 结果那人坐车坐一半了 说肚子饿了 吃个饭 警察就说 OK 你去吧 待会记得回来啊 然后就再也找不到那人了 真抽象啊 佛罗里达 佛罗里达医生手术失败 把患者定眼给封散了 导致患者拉不出答辩也放不出屁 我知道笑这个很缺德 但是 佛罗里达男子骑着沃尔玛脚踏车转到货架上 又因为篮子里有福特加 所以被判酒后驾车 哈 这也可以吗 酒后开购物车也算酒后驾车啊 警方表示 赵士德在车上摇摇换换着 所有转到货架上 差点转到货道上的其他顾客 单局称他有呆滋的眼睛 身上有酒味 我的天哪 这体型 整个就一困进水桶 这车没给压款已经是奇迹了 你还指望什么他能在车上不摇摇换换的吗 要求不要太过分了 佛罗里达警察 不过说真的 能判酒驾我属的是想不到的 不愧是佛罗里达 佛罗里达男子在鳄鱼袭击中失去手臂后在沼泽迷路三天获救 我去 什么佛罗里达把荒野猎了 就说这43岁就参观米亚卡市的海牛狐鱼类营地时迷路了 但他回到湖边时 他选择了游过去而不是落到走 非常天才的选择 结果游到一半的时候 他看到右手边有一坨鳄鱼 鳄鱼咬住了他的手臂 然后开始死亡翻滚 所有手就给鳄鱼吃掉了 他爬上毒在森林里游淡了三天 最后碰到了人获救 天才跟别人一样对吧 听他描述 鳄鱼城三次把他拖到水下 他又挣扎地上来了 后面手断了 逃到了岸上 这鼠子是有点逆天了 手断了不是会事业过多吗 那伤口是怎么堵住的啊 还有在森林里游淡了三天 不知不得家中山是怎么活下来的 这是一方谁主想一方人 在佛罗里达 你必须要这么牛才能活下来 佛罗里达老师组织学生打架 OK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是说这老师在上课期间邀请学生参加打斗 还立了个规则 30秒之内不许尖叫 不许大喊 不许拍照 说说学生有矛盾嘛 两边大家都说自己有理 有人告老师 这老师直接过来就是 OK 现在开设古罗马竞技场 你们两个人30秒内单挑决出胜负 谁赢了谁有理 然后两个学生就跟他单挑 但可惜有人破坏了规则 拿手机录了下来还报的紧 后面老师还没过瘾 觉得无聊 我要看到血流车盒 继续拉人上去打 贴了个新规则是不能扯头发 他们要的 真当教授是古罗马竞技场了 数字太冲向了 佛罗里达男子不穿衣服和一头死路偷走了一辆校车后被捕 听起来像是我玩游戏时把主机和之前放一块做出的画面 在男子25岁生日的前一天 他偷了一辆校车 在逃跑的过程中转了一辆宝马 后面又转死了一头路 这还没完 他下车把路抬到了车里带回了家 说是要把这头路当成他花园的肥料 被捕后男子面带微笑的承认了这一切 我已经无语了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 没一个是我能想到的 数字是明天要过生日太兴奋了 佛罗里达警察逮捕了一个瞎子 因为他们把拐杖看成了枪 我觉得标题应该改成 佛罗里达瞎子逮捕了一名路人 因为他们以为拐杖是枪 61岁的张普斯霍其实在路边处的拐杖散布 警察过来就是给他手铐嘎嘎戴上 还非常确定老人手上拿的是枪 尽管老人跟他们说自己是瞎子 这玩意明显是拐杖 两名警察还是给他靠杖了 还问人家 先生你能用法律证明你是个瞎子吗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我经常会看到这种美国警察弱智操作 感觉他们都好无聊 每天唯一的乐趣是找各种路人查 然后给人扣莫虚优的罪名 佛罗里达男子不小心开枪打中朋友胳膊 他说以为自己没上弹 尽管已经拿枪指了他朋友大约10次了 这人35岁 叫梅迪娜 受害者告诉警方 梅迪娜娜去车站拿东西 当受害人拒绝时 梅迪娜拿起他的枪 开玩笑的把他对准受害人并扣动了扳机 受害人认为枪没上弹 就像过去两个人开玩笑时的样子 因为在发生这件事之前 梅迪娜一直在用那把没上弹的枪指着他大约10次左右 他说这一直是个玩笑 他也不想起诉梅迪娜 哇 这人能有这样的朋友真是三生有幸啊 拿着枪指着朋友开玩笑 里面怎么还能装着子弹呢 而这朋友是知道人家有装子弹的 但是在堵他没上弹 这够可以是吧 是这个人每天都请朋友吃大餐吗 你怎么还知道以前救过他好几条命子呀 上了子弹的枪指十几次才能继续让人家指 你是真以为弗洛伊达都是游戏世界是吧 待会儿还得复活 OK 那么我想这就是这段期视频的提供内容 如果他喜欢的话可以给个三辆关注 可以给更多搞笑的图案视频 那就这样吧 我是林虎 我们下期见